祝油盐台的听众们马年行大运 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我是巴拿马周延陈伯雄 铃铛头我是恩池 最高兆我是薇娥 天马行公我是燕燕 是在这个马年呢绝对不要马上风 什么马上风 马上风 什么叫马上风啊 马上风呢你看这个就是性教育了 马上风呢就是在当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这个心脏呢就负担不了这个负荷 心脏跳得太快 结果就这个心脏病或者是这样中风啊 这样子的一个 马上风是这样子来的 就突然间心脏麻痹啊之类的 但这个如果是要更专业 我就不懂了 我只知道这个是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呢 难是因为心跳因为血血管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神经性 那我也你要多照顾身体健康 那我没问题 我只有马上成功马上发财 那希望是如此 那我们再看看说 其实在前几天的新闻上面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被爆出的一个事件 就是在深州的一个某个国小 那部分的四年级学生 当初他们要填的是一个叫健康问卷 那健康问卷 这个健康计划问卷 有一个部分的领域呢 就是有关于 有点不健康 我不知道这个健康的程度是怎么去定义了 那是有关性爱的部分呢 要去填写的 那就虽然说这个专是由专 号称啦 是由专家拟出的 是给青少年的问卷 那主要呢 是了解青少年在健康上面对的一些问题 那也包括跟性爱有关的问题 那这个问卷有交给了中学生作答 那小学呢 就限制在四年级到六年级 因为根据刚刚说的标准 就是青少年就是十岁到十九岁 但是我们再看看这个健康计划里面 这相关的问题啊 是不是 可能听起来呢 其实是不是一场误会啊 是不是一场误会 这个这个问卷 问卷呢 可能只是要给中学生来回答的 结果就 青少年 青少年是十岁到十九岁 中学生也很年轻 也是太年轻 但是是八十九岁 咱们看看现在问题是怎样的 是不是适合中小学生回答 其实是看起来 他有几个例子吧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呀 和自我有关系的 然后说有没有交换性伴侣啊 这样子的一个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问成年人都都觉得 有一点有一点太直接了 但是还好 因为对成年来说呢 交换性伴侣这件事情呢 好像是好像就就有点奇怪了 这样子来问 对不对 所以你更何况你问的是中学生 是小学生 是青少年 十岁到十九岁 他们怎么会懂这样子的一些词语呢 是不是老师还给他们解释 什么叫做 交换性伴侣 首先 首先 如果在十六岁或以下 还是应该是二十 十六岁或以下 你只要有过性行为 那就等于是说 那个和他发生性行为的人 就已经犯了 叫什么了 和未成年 少女吧 就发生 发生关系了 其实十六岁以下的 就属于是未成年的 这个 十六岁以上 是吗 法律是这样子吧 我们记错 十六岁吧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做这样子的一个问卷 他想搞 搞些什么呢 是不是说 想同事也要调查 是不是有些人 跟十六岁以下的人 这些 这些女孩 应谋论是吧 应谋论 同时要把他抓起来 对 那我们可以再看看说 刚刚有提到说 这些问题到底是 有些像 提到的小孩子 可能就看不懂 那个问卷 那就回家去问父母了 那所以有些父母的反应 就是说小朋友问了这个问题 让大人回答的时候 有一些尴尬 也不知道该如何 跟小朋友来做一些解释 就趁机教他们性教育 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崇着 一些性教育吗 是不是趁机来做 但性教育没有过得这么深吧 性教育就是 可能是用 我们不有什么 浅词用字 浅词用字不同 怎么来的 这个不叫性教育 这个叫生物教育 好不好 比如说 你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你爸爸的身体的一个细胞 叫精子的 你妈妈的一个细胞 叫卵子结合 结果就发展了 成为你了 这个叫生物教育 不是性教育 不一样 我所记得 我当初小学的时候 可能没有真正这样子 性行为方面的教育 可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 可能说 可能女生会长胸部 然后会有夜镜 对男生女生的不同之处 然后比较多是防范的 说你不能让其他人 触碰你身体哪个部分 那这个是就是叫做性骚扰了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比如说头别乱碰 什么 头别乱碰 头别乱碰 看哪一个头 是 这个感觉太深了 这个也太深了 小朋友不明白 对不对 对 不是小学生 那个是当初我所有经历过的 最基本的一些性教育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 在看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那些问题是 有没有性经验 那如何避孕 有没有手淫 然后你的性取向 然后会不会对异性 或者同性 有性渴望 那是否有交换过性伴侣 那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有没有用避孕套 这纯属于大学生或大专生 应该是我的问题 我老实说 甚至有一些大专生 也不见得能明白 他之中一些问题 对 所以而且之外 也要去了解说 到底他们问这些问题 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疑问 他是不是 这是一场误会 对不对 是一场误会 摆了一个乌龙 原本是可能要给 小学生做了一个问卷 但这个问卷呢 他们没有细读 在背后里面 有些什么内容 结果就直接发了出去 我所知道的就是 这些问卷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一个诊所 就是卫生官员 他们就刚好就看到 诊所有一个健康问卷 然后就把这个问卷 就拿去派发了 那可能他本身就并没有在 阅读过这些问卷的问题 就直接把他拿到去学校派发 那我记得有一个 近期的贺水片 有六副喜事 有这个荆基 两部都核性 都分不开关系的 六副喜事 说的生孩子嘛 他结果就里面有一些 和性相关的一些描述 不是描述吧 应该是演绎吧 剧情 演绎会是台词 潜自拥之 金基讲的就是性工作者 所以也离不开性这一点 但我听说就看到 在面子书上就有朋友 就poss了就说 他去看了其中一部 然后刚好有小朋友去看 我猜是六副喜事吧 应该是全家一家大小去看的 结果没想到 小朋友看了过 还在那边笑 就好像对一些 他不是笑 他对一些和性相关的 一些描述或者 他们会觉得很好笑 在那边笑 等于说我们现在是 对小朋友的一些理解 可能还停留在 我们自己太落后了 其实小朋友 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多 也许他们现在成熟的 比较早 对 别忘了 因为资讯的发达 对 他们很 小朋友都用iPad 小朋友都用了 这个电脑 他们都上上网了 所以你在上网上 有时候呢 这些资讯呢 会不知觉的流入 好像很多网站的广告 其实在旁边呢 都有很多跟 对那些什么 壮阳药啊 让你觉得更兴奋啊 更开心 更吃酒啊 还有一些动漫 动漫有熟悉啊 对对对 我们之前不是谈了吗 那个动漫 有很多比较暴露的 一些镜头 对 除了暴露 身材暴露之外 一些用词遣字啊 什么都是 还有一些 具有性暗示的 对对 所以有 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 我们在 好像是在刚才 我们讨论当中 对于小学生的 一方面是性教育啊 是怎样性教育 也许我们误解了 但是 无论是怎样的去误解 也许是 现在的小朋友 比较早熟 12 我据我所知啊 有几个例子啊 有12岁的小朋友 他就已经开始 已经现 因为他成熟的早 他发育的也早 12岁就已经发育完全了 而且他有自己的男朋友啊 自己的女朋友 也许是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 也是一线正常的事情 小女朋友 小男朋友 但是呢 无论是怎样 目前这几个问题 对于12岁 或者10岁 到16岁 这些青年 青年朋友们 确实是有点过早了 有点过深了 他是不是应该要有 或不应该有 这样子一个问卷呢 如果是 我们探讨两方面吧 如果他在这个阶段呢 就接触了 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 整个 所谓的性教育是这样子的 有这些事情可以做 那他会不会对他 反而突出他 让他更早去发生性行为 更早的 过早的去接触异性 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还是说 反而让他会去避免 哪方面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我认为是第一种可能 就让他们会去 因为他们好奇 对不对 他们好奇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他们又交了一个小男朋友 小女朋友 他们会对自己说 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 而且就经过了很多这些媒体的渲染 觉得性是这样子 是一个禁忌 不可以去碰的 那小朋友都知道有时候很叛逆 尤其在十二三岁或者十六岁这样的时候 他们是叛逆期 你说越不可碰 他就越要去碰 所以很多时候 我刚刚在想 刚给你也提到了 可能现在孩子 他们的一个 除了有男朋友 女朋友 其实我记得好像破过 记录最年轻的妈妈 其实应该也是在 小学的年龄 十二三岁吧 十二岁 大概就算还是小学的年龄 但是你再怎么 他就能生孩子了 你要早熟 首先你要生孩子 你必须身体已经准备好 就是说你能排卵 首先是第一个基本条件 排卵状况下是 你身体真的是很早熟 才可以 对不对 我觉得不排除 秉除那个生理的条件之外 因为毕竟现在的小孩的发育的 速度也越来越早 可能跟饮食跟进化 对吃太多快餐了 对或者是长肉鸡等等 都很早发育 所以那时候已经是小学年龄 有一个忘记是几岁 但是我记得是小学生 他已经怀孕生孩子了 那另外也有 我也记得说 有一个是强奸的案件 是也是发生在小学的 小学生强奸小学生 这样子的事件发生了 所以可能刚刚妍妍也提到说 他们所接触的资讯等等 可能已经是非常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跟我们那个年代了 所以呢 其实性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很多 要尝试努力的挣脱 像你刚才说 我们以前是Taboo 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神秘的包装给打开掉了 希望可以更早的去 把这个正确的观念 把他像刚才说的预防针 打在孩子的身上去了解 但是该如何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再说要如何去界定 说年龄范围 那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内容要怎么样去教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看在国外啊 国外我是觉得已经去到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状况下 所以他们是怎么教育孩子呢 就说如果有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你跟男朋友 当然是最好不要 那如果是没有办法 请到农舍怎么样 请你们做好安全措施 他们是用这种教育方式的 甚至可以给孩子安全套 直接就给派发 派发这个安全套 或者送安全套给孩子了 我就听过有这样子的事情 有些电影也是 其实很多地方会派免费安全套 所以他已经是去 对他已经去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程度了 但是马来西亚 已经还是一个处于东方国家 东方社会的国家 华人在怎么样都好 基本上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 也不单是华人 整个东方社会吧 包括马来人也是一样的 都比较保守 就是在思想上 比较内涵一点 对你对外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在家里你关起门来 你要怎么去干 怎么去开放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对外呢 就好像是 你怎样都要做出一种那种 对外是很保守 很神圣的 不可侵犯的 我想这个是可能也是 跟不同地方的文化 跟道德价值观的 一个不一样方式 所以像你刚才说 派发安全套 或者是提早有这个性教育 可能对于一些 比较保守的观念来说 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是在鼓励 性行为 或者性行为 就是会有两种 不一样的看法 可能在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是保护 而且尤其最重要的是 在堕胎率的方面 因为很多时候 就因为不懂了 如何保护自己而怀孕了 所以堕胎反而是非更加 比起派发免费安全套来说 相对起来跟堕胎的话 所以呢 他们就会选择了说 还是派发免费安全套 来减少这方面的 一个事件发生 现在其实什么问题 都是问题了 你看过去自己父母的时候 问问他们 你们怎么知道 性过程的 或性行为的 那么他们都会说 慢慢慢慢 随着增长 我结婚之后 我就自然会迟到的 所以对于现在的小学生 因为时代不同了 资讯也不同了 所以对于他们的考验和危机感 也是重重的 我记得前几天看过龙英台 就台湾的作者龙英台 他也有两个孩子 他也叙述他怎样培养自己孩子的 也包括性教育的这种教育 是怎样去教育他们的 当时我记得 他是两个儿子 其中的小儿子 他跟妈妈在洗澡的时候 他就问妈妈 妈妈你的胸的左边 为什么鼓起来了 为什么比我的大 妈妈说这是妈妈的乳房 可以喂你奶 那么右部怎么也是大的 那么妈妈是有两个乳房 不乳房的 但是他问 他一开始就问 妈妈你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胸部鼓起来的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妈妈说这叫奶奶 当时呢 龙英台 对当时龙英台的 另外一个孩子就说 那么另外一个事事 不叫做爷爷 所以其实 小朋友是很篇章的 对对孩子的性教育 是从父母的一些言行当中 或者一些很自然的说法当中 就可以传达给孩子一个很正确的 一个性教育观点 所以大家就长辈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你看你是 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看你要你要怎么去教导孩子说 对性要怎么去看待 比如说你如果你知道没有办法预防的话 你还要你难道你要给他安全套什么之类的吗 但是我看法是这样子 当你身为父母亲的时候 你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了 你肯定不会允许 你是不是把他打了半死啊 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在外面搞了什么事情的话 你会把他打死了 可能都可能 所以你看这是 已经担心过这个问题了 就是家长 家长呢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你身为父母亲 和你不是父母亲的时候 你的想法和做法和说法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 像如果现在我们不是孩子的爸孩子的妈的时候 你可以说 这个你可以这样教育他呀 然后给他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办法避免 起码你跟他说 如果发生的时候 你要带上安全套 你要做上这个安全措施 但是当你是父母亲的时候 你会这样子说 你试试看去做 你敢去做 你就不要给我回来 就这样子来说吧 对不对 是那我们线上呢 就联系上了 就是于宾云女士 她本身呢也是华晓老师 那于老师早上好 你好 是 大家好 老师老师早 老师早 是的 然后于老师 那我们今天要跟您起来做一个讨论 就是前几天我们就看到 新闻报章上就提到了 在森州的某个火小 本身就收到 小学生就填了这个性爱问卷 那不知道于老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争议点呢 我觉得如果是性爱问卷 如果是被设计到很好的话 设计到适合小学生的问卷 基本上它是可行的 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 于老师 这所谓要设计到好的问卷 是怎么样设计 就是那个 那个范围应该是跟小孩子 自己本身的思考 那个那个程度相关 那个就是好的 譬如说 如果我们看报章上的那种问卷 其实它有些问题 是不适合小学生的 我们也是很认为 对对 因为有些其实也不适合中学生 因为不是全部的中学生 都涉及在里面 对 它其实是给大人的 所以为了要确保 那个设计的题目 根本性的对小孩子 有所帮助的话 它应该是设在 比如说问小孩子 你是不知道 晓不晓得 比如说他们的名称 怎样保护自己 怎样保护保持清洁 怎样尊重别人的那一些 就是以两性的问题 跟自身的生理心理 那个层面涵盖那边 会比较适合小学生的问卷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 比较需要的是生理尝试 生理知识 多过一个性知识 对吧 因为我听起来像是生理知识 但是我们知道 看起来好像现在小朋友 已经是人小鬼大了 其实我们人小鬼大 问余老师 因为您接触的学生 小学生比较多吗 其实现在的小学生 他们对这方面的 所了解的范围 跟看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呢 我所接触过的小学生 他们有些是 有这些性知识 但是这个知识 其实是不正确的 他们是通过不正确的管道 去了解 所以真正的性教育 其实是在学校里面进行 公开的进行 然后男女之间都需要知道 就是我是女的 我知道男的 我是男的 我知道女的 那一种 从中培养他们 对上的尊重 那老师你说 通过不正确的管道 我好奇的是什么样 不正确的管道 可以让小学生接触到 其实说情网站 跟那些 A片的那些 小学生怎么接触到 其实网络上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很好奇 小学生如果说 他接触到了之后 他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他们的想法 觉得好奇的 恶心啊 还是怎么样 他们怎样呢 我接触到的这一部分 就是他们会很好奇 在他们同伴时间 他们会说出 这些这样子的话 当时调侃啊 还是开玩笑 这样子的来说出来 可能会几个人 集在一起 应该都是男生吧 老师 都是男生 其实这个主要是 他们是好奇 然后就这么巧 给他们找到这些网站 因为你知道 上网是很容易嘛 所以找到了过后 他们也没有很正确的 去看待这件事情啊 嗯 然后 就变成 在你们学校当中呢 你们怎么进行 这个性教育的 有没有这个团结 有没有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的课本里面 就是教育 健康教育那边有 但是健康教育 它是跟体育那边 联合在一起 它是 一些老师会教 一些老师会轻轻摆锅 一些老师会简直 skip掉这样子 嗯 所以 也不完全 全部需要教的 需要知道的 老师都有教到 所以老师的心态也很重要吧 因为老师如果skip掉的话 他自己本身也是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是吧 嗯 是的 因为其实 老师他也没有真正的去 就是全部的老师 也没有真正的去 毁拍 或者是 拍他们去上 真正的新教育的课程 那些 真统的新教育的课程 所以老师也很难说 嗯 所以为了这样子啊 基本上我们是学校的辅导老师 在邀请一些 嗯 专业的 新教育的 辅导老师 过来学校 给这些讲课咯 所以其实政府部门 确实是有一个 专业的 性教育课程 这一门 这样子的东西 让老师去学习的 嗯 没有 暂时没有听到 所以都是老师自己本身 有上过相关的课程 然后才会能够 在课堂上 这样子教吗 嗯 我们就是在 我们 在修改 Silibus的时候 其实每一间学校都有 派一些相关的老师 去上课 因为这个新教育 它是 这个教育课程 健康教育 体育的那一本 所以 预算要去教体育的 这一个老师 会被派去上课 但是上课的内容 是上体育跟体健的 这个哦 我就不晓得 他们是不是真的 有把全套的东西 都教得完 然后老师都可以把 东西完完整整 带回来学校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不确定的 现在在学校里的性教育 是主要着重于 生理上的性教育 是吧 啊对 生理的比较多 我觉得生理健康吧 应该这个叫 不叫性教育 生理健康 那么 那么你看现在这个问卷 调查的很多都有深入性的 包括性经验 包括性办理 包括病 这些问题 那么是不是 其实另外一个方面 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小学生的成熟也比较早 是不是关于这方面的性教育 也应该提早教育 还是你认为还是退后教育 比较好 觉得是要提早教育 就是出事的时候 美丽的时候 就是开始性教育的 如果是以正确的方法来说 是这样子讲 所以其实性教育是父母的责任 在家里的时候 父母的责任是重要过老师 来到学校的时候 就是父母跟老师一同协助小孩子 在性教育这边再继续学习下去 那在校方方面 现在目前的整个课程纲要里面呢 性教育占了多少% 这个我就没有去算过 不过应该不多 所以是不足够的 它就是这么多科目里面的一个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里面又有分成体验 跟这个体育嘛 所以它的发生率是很小的 所以这样你看来是足够还是不足够的 真的是不足够的 完全不足够 那你认为小学生现在接受深入性的性教育 适不适合 深入性的性教育 你的意思是 就类似的是刚才这些问题 包括避孕套啊 包括性伴侣啊 包括这些问题 你认为它适不适合呢 现在小学生接受这些教育 就是他了解 小学生是适合指导 就是他还 其实是五六年级那个学生 比较适合指导 但是不适合教他们怎样用 这个反而是中学过后的事情 让他们知道了解 对吧 对 让他们知道有这样东西 但是 因为必须要让他们 就是必须要提防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有 但是不适合小学生用 看了中学 然后再看以后的情况才用 那么你认为现在的家长们 他对于在性教育 对于自己 孩子的性教育方面 应该注意 注意一些问题吧 应该注意的一点 就是 就是当我们家长 如果是他们要知道 性教育要讲教 第一个家长自己本书 必须要公开的态度 就是 就是 open-minded 的态度去讨论 但是这个讨论里面 他必须要很多 如果他发现到儿子 或者是女儿 是有一些思考上 一些偏差的这些行为 必须要 快速的纠正他们 就好像是说 有些小孩子 他还看了那些事情网站 他说 这个 这个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做这样子的 如果家长们听到的话 就是必须 立刻 立即要告诉他们说 这个可以做 不过不是这个年纪 是可能大了 比较可以保护自己 可以保护对方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进行的 而且这个 这个比如说性爱之类的东西 的事情当中 必须要有爱的成分在 而不是随意的去 去找人就进行了 这样子 这些教导师 必须要立即信 必须要很 很严肃的 告诉他们 这个重要性 这样小孩子就 就听 听了 懂了 然后就不会再犯错 其实我好奇 就是在学校 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上了这些 可能健康课 那里面可能提到一些 生理的部分 生理健康的课的时候 小学生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他们是觉得很开心 很好奇 还是他们自己本身 就会觉得有点害羞啊 还是怎么样 这学生反应是怎么样的 都会有 如果是女的话 会比较害羞 就是准备要听 但是又不敢问 如果是男的话 就要看那般的学生 如果他是比较 好玩好动 比较活泼的那些 可能他们就会 发出一些喊叫啊 一般都是猴子行为啦 跟久了今天 就像猴子一样 但是其实 有些男学生 也是比较斯文的 也是很认真的上课 在好像是学着 学着一些知识 这样子的态度 在上课 但是通常 这种伴斯文的 才比较可怕 因为你不懂 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就像威尔尼一样 其实他们是狗子 你要看那个 教的老师 是怎样的老师 如果是教的老师 是一直来 都是很严肃的话 这样他们就会 乖乖的忍着那些 就不会很交 可是观察他们 是其实已经 有相当的了解呢 还是其实 还是很多 是处于陌生的 的情况呢 都是陌生 然后他们看图片 一起明白 一起不明白 这样子了 比较是陌生的 对于性教育这边 那么其中 我知道的一个例子 他怎样去教自己孩子 当孩子问我妈妈 我是爸爸 我是怎么来的 那么爸爸呢 就给他放了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就把男女的性 性过程 然后包括性过程之后 他怎样精子和男子结合 结合之后 这个胎儿怎么样 抚养出来 就在子宫里 怎么孕育出来 而且到最后 他怎样出生 那么这个影片 你认为合不合适 你怎么看 那个影片 如果他是卡通式的 是合适的 嗯 因为对小孩子来说 尤其是低年段的 在卡通 那个承迁法师是可以的 包括啊 有时网站也是会 传一些说 那个比较科学性的那种 那种立体感的那种 影片也是适合的 但是就不适合 真人演绎咯 嗯 真人演绎会产生 什么样的效果吗 他有什么 不样的 那个效果 就是很难想象的 他可能回去 他这边看过了 他可能就会回去 问他爸爸妈妈 因为 这是如果是在学校上课 我们学校请 一个专业的新教育 老师过来上课的话 可能家长是不知道的 这样学生学了 听了 看了 他回去 直接就问爸爸妈妈 嗯 所以可能 后面就会 有那方面的担心 就哎呀 要怎样 要怎样解释啊 要怎样说啊 为什么老师会给这些 这些影片给学生看啊 所以基本上 为了避免这些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还是看卡东的那些 比较适合 嗯嗯 尤其是看看照片 而不是看灯画的那一种啊 嗯 那么其实 你看相对比较之下 你在过去 自己的爸爸妈妈年代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 接受过什么性教育 好像似乎也 没犯过什么错误 结婚之后 妈妈妈妈妈就知道 什么是性过程啊 什么是这样子的 性 关于性 好多知识 他们都了解了 那么现在的小学生 大家好像很注重 他们的性教育 性的这种观念 为什么 古 原来的时代 和现在的时代 有怎样的不同 会产生的这种不同 自己的父母的 那个年代 和现在小学生 这个年代 他们的观念的不同 现在这批父母 他们当年 还是儿童的时候 就是 网站没有这么发达 网络没有这么发达 然后 父母也是忙着 做工 兄弟姐妹比较多 所以 大家都 知一些不知一些 因为是等到 长大了 结婚过后 才知道的 那个 其实那个是 性行为 或者是 两性之间的 那个关系 在留到这个年代的时候 这些小孩子 我们不只要 教他 父母已经知道的 那个年代的事情 我们还要教他 两性之间的互动 应该怎样互动 怎样尊重 怎样是男的 怎样 当他看到一个女的 开始发育了 他不会再笑他 还是取笑 还是 安花明的那一种 就是来到了 两性 互相尊重 跟互相保护的 那个年代 其实性教育 都已经说了好几年了 我记得都说了好几年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呢 还是 没有真正纳入 在教育课程当中呢 就是比较实际的 一个性教育 而不是生理教育 这个应该是 我不晓得了 应该是 教育部那边的 可能他们在策划当中 不晓得 在怎样的进行 因为我们老师 也是根据 那些 sleeper才教嘛 所以我们也很难 牵涉 进去说 这个应该要先教 那个应该要先教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 去 越界 告诉他们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所以我们是 比较被动的 就是你来到了 我们就教了 其实确实 这样子的一个性教育 要做一个规范 或者是 一个 界定 怎么样去 去推 这个性教育 才能够达到 一个很好的效果 确实有一滴的挑战性 因为这个也包括了 老师的 传达方式等等的 你觉得 如果在整个过程里面 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反而是 其实小孩子是OK的 他们这个学习年代 就是他们准备要学什么 我们准备要教什么 是可以配到的 最大的挑战反而是 家长跟那些大人 就是要怎样让他们知道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我们在教这个的时候 是必须要有尊重的成分在里头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但是至今我们未看到 有这一点 余老师 你本身是华小老师 对不对 我想我好奇的是 在华小方面来教导 学生这个性知识 和在国小教这个性知识 有分别吗 会不会对一些有足同胞来教育的方式 和对华人小朋友会有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这个的分别 我觉得文化这边很重要 就是国小的文化 跟华小的文化就是比较多 大部分马来人的文化 跟华人的文化 乃至于印度人 他们在翻小 他们的文化是怎样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而不是说整个Selibus教过来 我们要用 融入我们自己的人化 要怎样去教 那一个才是重点 那么你认为 现在就西方式的性教育方式 和东方式的性教育方式 哪一个比较适合小学 哪一个比较适合小朋友们 如果是要交朋友的话 这个我就没有做比较了 西方的性教育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那个开放度 有时又太过广 让我们这边的小孩子 跟父母比较难接受 为什么会这么广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取他们 可以接受他们一些适合的 拿来我们东方这边用 其实是可行的 就是我们不全部都操完 我们会适合我们文化的 拿过来用 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家长 都在头疼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展开性教育 但是性教育拿捏的这个度 应该怎样把握 这是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也很好奇 就是在 因为有足同胞 他们可能接受宗教教育比较多 是不是他们认为 把宗教的这个教育 教得好的话 就自然不会有 这个性教育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有冲突呢 这个我 我之前上过的课 就是老师有说过 如果是三单 我们再提性教育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把教育 就把宗教跟那个 那个那个 modal 就是先拿开 道德先拿开 先存看性教育这个范围 然后看清楚了 过后就是一个人程度不一样 看清楚了 过后才把那个 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处在这样子 我这样子做的话 我要加进来 那时候才慢慢加进来道德 才加进来宗教 我这个人有这个这样子的情况 活在这个道德 这个宗教的范围里面 我要怎样做 才让自己过得比较快乐 那个时候才是性教育 加道德 加宗教进来 让这三个慢慢的调和起来 活得比较健康 比较开心 那个是重点 如果 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 之前在新加坡 有这个LVV 对不对 就这个心爱二人组 他们拍了一个短片 我想问 因为他是在网上流传 如果小学生看了过后 然后他就可能问了 为什么这两个人 做这样子的事情 还是怎么样 那老师要怎么去跟他们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如果学生看了感问 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就是说 这两个人 他们有对对方的爱护 还是怎样的 进行这样子的活动 但是最后 我们必须要引导学生说 我们做这些事情 未必需要展示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让更多人看到 这个是必须 我们要带领学生 走向的一个方向 那么 如果是学生看了 不问的话 反而我们很难做 那么你认为 就是有没有你 亲身接触过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明 家长如何对于 自己孩子的性教育的拿捏 应该怎样去拿捏 你有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他拿捏的过度或不过度 和适中是怎样的 这个我就没有接触到 因为上来这边找我的家长 谈这些 谈这个课题的话 暂时还没有 所以他们那个应该是 他们可能自家 有自家自己的方法 然后可能还不需要用到 我咨询呢 还是怎样呢 所以我就手头上 没有这些资料 好那我们谢谢余老师 今天跟我们做的这段分享 让我们聊天到学校里面 到底学生的状况 跟就是在性教育方面的 一个目前所进行的方式了 是 好谢谢余老师 谢谢你们 好 再见 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所有的物价 会不是快起而是快落 然后也希望大家 这个新年可以过得 比去年更好 我是比赛区周园 邓丽卡 铃铛当头 我是恩慈 酒高照 我是薇尔 天马选公 我是妍妍 是的 那我们在线上的呢 就联系上了 跟欢选先生 跟欢选先生 是台湾信职会 马来西亚分会的会长 欢选早安 欢选好 欢选 嗨 早安 欢选早安 听众朋友早安 是是 那今天呢 我们要谈的这个课题呢 就因为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情 最后有一间小学啊 就刚好做了一个健康问卷的调查 那结果当中呢 这健康问卷呢 里面就有一些对人 对一些来说是不健康的部分 为什么呢 就因为有牵涉到一些性爱的问题啊 或者性 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他可能是性教育的一些问题吧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 就引发了一些争议 就有人说 哎 为什么给小学生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上网看了一下 也是有人说 哎 其实给小学生做这个问题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在啊 他们应该去 匿名就应该OK了 匿名就没问题了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应该让小学生去答 那如果是答的话 又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哎 那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啊 如果是在 小学的性教育 在这个分离的部分 嗯 等一下 换一下 换一下 你声音有点小哎 哎 是吗 哎是 啊会比较清楚吗 还好 这样他用清楚的了 哎 哎 啊好的 啊 啊 我们一般上来说当中 呃 我也是看了报导 当中有一些 呃 部分是比较不太适合 小学生做大的 嗯 那小学的性教育 一般上我们都会做生理的部分 那如果调查 呃 围绕在生理的部分啊 例如说 呃 生殖器官 呃 有没有 呃 很痒啊 或者是 呃 有一些不舒服 呃 如何去照顾 这个生理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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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是ok的 嗯 可是当中有一些问题 比较呃 不太适合小学生做大 就是说 呃 例如好像说 是否 呃 和同性发生性行为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否曾经发生性行为啊 呃 这些部分的话 其实啊 就比较不适合小学生 嗯 因为 在于他们的年龄来讲的话 这些问题可能 会超出他们能够理解 这个范围 而且也不可能吧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已经是犯法了 和他们发生性行为的人 对吧 对对对对 那当然调查的人 也必须要考量 就是在伦理方面 如果他们啊 得到了这些啊 资讯 知道说 呃 呃 这些人可能他们 就是这些孩子啊 可能他们有曾经发生性行为的话 嗯 那可能他们有在呃 就是法律的责任下 他们还是必须要去可能有通报或者是跟进的 嗯 那我我另外一个问题 先先先跳拖 跳拖一下下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好奇 台湾性协会嘛 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 它的责任 它的宗旨目标是干什么的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OK 可以的 嗯 那我们的总会在台湾 那其实我们啊 在2008年曾经 总总啊 有发行一个性教育师的一个 啊 一个课程 那当那课程结束以后 大家希望说啊 能够再继续为性教育这个啊 部分贡献啊 于是我们就借助了台湾性学会的啊 这个一些资源来这里 在马来西亚这里开一个分会 嗯 那台湾性学会 或者是和这个马来西亚分会呢 我们主要的宗旨就是说 提供一个对于性学有兴趣的 嗯 的一些啊 公众人士啊 大众或者是 说一些专业人士 有这个交流的平台 那同时也是在推广啊 性教育 是以中文为主的吗 就是整个对象都是华裔吗 是是 我们目前是以中文为主 嗯 那么呃 那我们我们再跳脱回去啊 那么跳脱回去啊 在呃 你认为刚才那些问卷调查的问题啊 其实呃 是不是也也适应现在小学生的性成长的程度 会不会影响小学生性成长 不是 我呃 sorry哈 我意思是说 现在其实小学生他的成熟也比较早啊 他们 早熟了 对早熟了 那么这部分的呃 成熟的这些小学生们 他也许这些问题也很适合他们呢 嗯哼 你认为是这样做对吗 嗯 喂 喂 听到吗 哎 是是是 你那边也是有些小声的好意思 很小声啊 对 对 清楚了吗 嗯 嗯 ok 比较好 可以重复一下问题 比如说 小学生比较早熟 对 小学生 呃 现在的小学生是比较早熟的 那么这些呃 成熟的早熟 小学生呢 他们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啊 呃 应该也有一定的接受程度 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嗯哼 嗯哼 你认为 所以说现在的这些问题 应该也是很适合他们的 或者是 嗯哼 你认为 当然有一些 我们不排除说 有一些啊 小学生会比较早熟 那比较早接触性 那是一个这一方面的话 呃 如果是 要做出 啊 这样子的调查 当然呃 就要看说调查本身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们想要 他们想要得到些什么样的答案 嗯 那他们打 得到答案了以后 他们打算要 如果是答案是 呃 看到可能 哎 如果是我们小学生好像 呃 可能发生 提早发生的事情 会比例很高 那我们打 他们打算做些什么 嗯 我觉得这些需要有周长的计划 嗯 呃 不一定是说 呃 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问这样子的问题 这样子 嗯 然后当然 当中有一些问题是比较 超出了小学生所能理解的范围啊 嗯 那如果是说 好像呃 我们 一般 在小学的程度 如果是 因为我知道那个问卷 大概是六年级生在在回答嘛 对不对 嗯 然后 然后 六分的四年级 还有呃 五六年级 是是是 那比较高年级的呃 小学生 那可能 可以问一些呃 多有关呃呃 呃 生理方面的 可能是 月经啊 可能是呃 自慰啊 这方面的 我们可以多了解这些小学生 可是至于有一些是否有 呃 跟跟呃 同性呃 发生性行为的 的倾向的 哦 呃 这个的话可能会对于呃 这些小学生来说 有一点太过于呃 呃 太过于难理解 哦 那当然如果是呃 父母和教师做一些 适当的教育和引导的话 当然 哦 是让他们早一点去接触和了解 以他们的程度的话是可以的 嗯 那么你认为现在的家长们对于呃 自己孩子的性教育应该注意几个点吗 或他怎样去拿一拿捏对自己孩子的性教育 哦 如何去拿捏孩子的性教育吗 因为你过度也不好 不过度也不好 你怎样去拿捏这个度 嗯哼 那呃 我觉得说家长现在是可以比较开放和开放和一些嗯比较健康的心态 所谓的开放呢不是说性行为的开放而是一个态度开放 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并没有什么尴尬的那生理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竟的过程哦 嗯嗯那呃呃 可以以其比较健康的心态告诉孩子说哎 这一些都是爸妈也曾经经过哦 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那我们会一般上性教育我们会鼓励孩子们啊老师们啊家长们都用 应用一些比较正统的一些名词 例如说音镜啊音道啊等等之类的 比明间的一些俗语来代替来的比较好 那从小就可以告诉孩子们说 男生女生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有些怎么样去防范这个性骚扰 然后男生女生相互的尊重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这样无需感觉要尴尬 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国情当中呢 会不会只有非乌裔 就是非马来人会比较关注性教育 而马来人就是乌裔朋友呢 他们会更关注的是道德教和宗教教育 有这个分别吗 这个部分啊我觉得说 对于对于其他尤其是乌裔的话 我个人不会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说我也不一边去评论这个 一般我们服务的对象 都是在于华校还有独钟这样子 但是我们从媒体上常常看到 有好多关于乱伦的事情啊 这样子的事情 感觉上在中文媒体上报道的 好像就是无一朋友会来的 无一同胞会来的比华人还来的更多 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是一个事实呢还是说它是带出了一个社会现象 我觉得说这是媒体选择的报道 那我所头上我并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数字 它到底是否是说华文媒体比较不倾向喜欢报道这一些呢 还是说无一媒体比较喜欢报道 因为无可能是这样我也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说在没有实际的研究或者是报告和统计的话 我觉得这个评论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说 这样子的评论会好像不太有根据或上的主教 那其实说像你们作为在台湾性协会这部分呢 是怎么样来协助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 或者协助马来西亚的一些学生呢 能够更理解就在性教育方面呢 有一个推广和推崇 我们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去 我们会接受一些华文学校的小学啊中学 包括独中国中的邀请到各大小学校去 做这个办理性教育的影啊 然后一些我们有一些讲座 那同时我们会有提供课程培训 从台湾把性教育的一些专家请过来 然后给我们这些老师上课这样子 然后同时 当然我们的性教育不仅仅 不仅仅只是在学校 社区我们也有性教育 就是说我们成年人 其实成年人也需要性教育 就是说夫妻结婚呢 那如何保持这个性教育的预会 性的快乐 如果享受或者是重来一个性的 性的快乐啊的时间 维持感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性教育 你觉得性教育是不是应该纳入 正式的一个课程当中 在马来西亚 当然啊当然啊 那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还是没有被纳入课程呢 这个嘛 我老师说我讲也真的是在可能说 其实性教育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在于在于老师 尤其是师资方面啊 非常的困难 因为要如何的调整态度啊 把一个把用非常健康非常的不尴尬的的的一个态度去去让你去教学生 其实这个是需要一点的训练 还有一段时间的训练的 就就我来看说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其实老师们都有受过了一些的训练 可是他的时间可能比较短 课程可能比较不晚 所以像等老师学了以后回上去 诶可能还没有有具备足够的能力啊 所以是师资的问题 对不对 师资的问题 师资的话大家 师资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学得上来 只是说那个态度 它是需要时间 慢慢的去磨练和内化的 然后还有办法去 很很处置泰乱的去把这个表达给学生 所以就是性教育的挑战 有没有一个标准啊 其实有没有一个标准 怎么去认定一个合格的性教育老师 有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你看其他都可以标准 历史学啊 什么都可以有一个标准 但是性教育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标准呢 这个老师合格了 他可以教了 标准的话 一般上如果是我们 因为台湾性学会那里 我们是会有给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我的资历当中有一个认证性资讯师 那这一些的话 我们一般上 当然我们老师的标准 他会做一个面试 让这些学生可以示范教学 或者是说有一个直接的对话 和学生 让他们感觉说起来 这个东西比较轻松 不会尴尬 而且那个姿势 是非常的健康和正面的 这是一般的标准 如果你说把它被打成分数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把这个态度的东西做评分成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你看应该怎样去对小学生 或孩子们去说 假如说有两个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他们也都三四 两三岁这样的样子 三四岁这样的样子 他们因为在就同一个浴池里 或者是在在玩水 洗洗身上 那么男孩呢 就就会问妈妈 妈妈为什么 我应该我就叫鸡鸡了 为什么我的鸡鸡凸出来了 而梦里的鸡鸡 它是它它没有长出来呢 如果这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你应该怎样去回答 那可能说我会先 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男生和女生 本来就是有不一样的 那男生是会有长阴晶 这个我觉得说是需要去 用比较正确的名词 这样都该说的 男生是会有长阴晶 那女生会有阴到 那他们的生殖器官 是在身体里面的 而你的是在身体外面 就这样而已 那一般上孩子 我们就是很浅的 很正确 很浅白的告诉他 就是不一样 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 一般上他们就不会 他们满足性被 满足的心被 就被满足了 不是这个好奇心被满足了 那就不会有 他就一般都不会再追问下去 直接浅白健康的去说 对对对 就是男女就是不一样 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父母OK 还可以延伸一个机会教育 说其实身体的摩陷地方 是隐私 不能让别人去触碰的 那例如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可能是女房 抱起来会不舒服 那如果是说 有其他的 就算是大人或其他的小孩 被碰到的话 那孩子可以怎么做 也可以做一个机会的教育 这样子 那您觉得目前 现在新一代的新兴家长 就是他们在性教育 这方面的观念 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当然现在的父母 我们可以看到是越来越开放的 就是能够接受性教育这个事情 在我们学会成立以来的几年下来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我们主办一些讲座 还有一些赢的活动 那父母们就比较 比起以前会 人数会比较多 而且比较愿意让孩子去参加 那曾先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其实性教育和男女平等 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性教育 当然这个也是在于性教育的其中一个范畴当中 就是性别教育 我们从小就会灌注孩子 男生女生是不一样 我们想要 必须要相互的尊重 当然性别是很重要 就好像中学的话 那青少年 我们一般就慢慢 小学上我们比较注重生理的部分 那中学我们慢慢脱离 生理比较少 可能心理和社会的层面 我们会教的比较多 那就是包括了 如何的去 用很健康的心情去谈恋爱啊 那可以怎么样跟医生的交往啊 那如何 如果防止这个约会的时候 被强暴啦 或者是在约会的时候 如果自己进步 还没准备好 跟地方发生性行为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啦 等等等等 我会讨论哪里的问题 我本身还有一个疑问到今天位置 我还没有办法搞明白的 就是说 男生为什么可以坦胸露乳 而女生就不可以 我到今天我还没有搞明白了 就是说男女平整 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 对对就是我个人到今天位置 所以我可能缺乏这方面性教育 为什么男生可以裸露上半身 就没有问题 而女生裸露上半身就有问题 嗯 这个这个 哈 OK 目前我还是没有遇过这样子 有人问这个问题哦 嗯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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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 很 很 似乎 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道德观念的问题了吧 对不对 嗯 可以 性别运动 我倒不想 我倒不觉得是 单纯的道德 当然道德观念是在一部分 那道德来自于很多是社会 社会的一个认知 而坦而女生 不穿上衣或者是坦胸 这个事情哦 不是在 不是在全世界 每一个文化 都是这样的 那有一些文化 他们当然觉得说 女生不穿上衣 其实还是可以的 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每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背景 他们的观念有所不一样 嗯 这样子 哦 他突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 那就是好像说 男生为什么和女生的服装不一样啊 就是大家的既定的印象是如此 觉得说那一个部分是必须要把它掩盖起来的 嗯 这个只是跟文化的背景比较有关系 我觉得 嗯 好的 这样今天非常感谢你 曾先生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讯息 知识 确实有些我们还要再学习的 是 好了 谢谢你 曾先生 好 再见 拜拜 好 那我们刚刚就谈了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我很喜欢 为人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其实困我了 我很久 我真的困我了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 不同的国家 有些性别运动 有些女生就是发起这样子的运动 大家一起 就是趁门上升走上街头 确实有时候性教育啊 它是和各方面 它一直在拉扯 我是觉得它性教育本身 它是一个拉扯的一个东西 有些人会因为文化 因为宗教 因为道德观念 它就拉扯 它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摊开来 文化的不同呢 也会引起不同的一个看法 你看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话 我觉得还挺好笑 有一个小小的黄色 有两个小朋友 就一个叫小明 一个叫小花吧 小明肯定是男的 小花是个女的 他们就很小 小朋友这样 就可能五六岁吧 那小明呢 他就 有一天就跟小花说 小花 我身上有一个 我身上有长鸡鸡 你看 我有这个东西 你没有 小花就哭了 哭哭哭 稀哩哗哗 然后他跑回去 跟妈妈说了 妈妈就跟他说 说了一些话 跟他解释 他就 出了很开心了 隔一天早上 小花就跟小明说 你有那个人说什么奇怪 我妈说 你看 我现在我给你看 我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你那个 我要多少字鸡鸡 我都可以有 能明白吗 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听得明白吗 听得明白 听明白 就是 就是小花说 我虽然没有鸡鸡 但是 我要多少 就有多少 听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 如果 就是讲家长的 一个教育 和一个方式 他回应方式 确实是让小朋友 他的理解是不一样 而他的影响是不同的 所以 家长扮演的 非常重要角色 尤其在性交易这方面 小朋友都很好奇的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接受了 如果你真的像这样子 教你的女儿 告诉他说 我没有这个基金 没关系 但是我有的是 这个叫什么 我也不懂应该怎么叫 但是 我要多少条 我就有多少条 这样觉得不太对了 确实在这个 是一门学问 你是一门艺术了 能够如何用一个 开放的方式 又能传达到一个 正确正面的教育的效果 确实是一大的挑战 像刚才说的 到现在目前为止 教育部目前 也没有真正的 列入一项正确的 一个明确的课程 刚要去做这方面的教育 或许呢 就是需要更多的 老师的配合跟关注 多去学习这个部分呢 才能传承到 更好的一些 资讯了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谈论到这边了 那谢谢大家 一起来 也非常感谢 我们这两位嘉宾了 就是 于老师 还有曾先生 对 那么呢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再跟大家一起空中 消会 那明天见了 好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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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